为了在开学之前补足家福孩童学习上的空缺 华林家福中心从29号开始办理一连两场的 教育翻转未来讲助学金的颁奖典礼 并且以梦想推手为主题 邀请与会的贵宾为现场650位的家福学子 戴上梦想帽象征梦想启程 华林家福中心在今年办理的教育翻转未来 讲助学金颁发典礼 是以梦想推手作为主题 每人拿着一顶帽子 除了代表一种职业 更象征着孩子的未来梦想 为了帮助孩子一臂致力 现场贵宾及助学人 也一同为在场学童戴上梦想帽 家福中心现在在全花莲县帮助的 弱势家庭大概有1700多户 然后有3000多名的孩子 每一年每学习来申请讲助学金的孩子 会多达900多位 我们有许多的孩子 其实纵使考上的大学 也因为会担心学费或生活费的问题 而选择不救护 那家福中心希望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孩子 在实现梦想的这一个阶段 都能更加的顺遂 所以每一年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辛苦 我们还是会努力的帮孩子 从目角度学金 让他们 辅助他们 可以让他们顺利就学 和联家福中心今年共有27名辅助 青年考上国立大学 其中更是有成大 政大台科大等名校学生 相较去年的17位增加不少 因此现场也特别颁发青年荣誉奖 给这些在逆境中苦读 表现特别杰出的家福青年已知鼓励 而目前距离开学剩不到几周时间 但是还是有将近150万元的助学金缺口 家福中心也期盼社会大众 能一起成为后山家福孩子的梦想推手 记者 徐黎晴 吉安乡报导